亲爱的朋友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带给你生活的亮光 今天的圣经《列王记下》第七章三到十节 它描述了当以色列首都沙玛利亚 受到叙利亚军队的围困 全城粮食缺乏陷入艰困时 有四位被以色列人隔离的麻风病人 在无处可去之时 尝试想投奔叙利亚军队 或许可以生存下去 没想到却因此发现上帝奇妙的作为 让叙利亚军队中没有一人 只留下所有的财物粮食任他们拿取 这四位麻风病人 并没有因为被以色列人隔离放弃 他们心中心怀怨恨 反而不计前嫌愿意将好消息 与以色列人分享 特别在以色列民极度缺乏食 愿意想到他们 与他们一同享受敌营中的一切财物粮食 当我们面对了最坏的情况 尽全力后 相信上帝一定能为我们开路 并使我们有正面的想法 做法而带出新的局面 有个故事说 一头老驴子正跟着一位农夫搬运货物 没想到意外发生 老驴子掉进一口荒废的古井里爬不起来 农夫尝试着要拉他上来 搞了一整天也没办法拉他上来 农夫累了休息的时候 他盘算着老驴子 能工作的时间也所剩无几 实在不需要老师动众把他拉上来 所以老驴子就这样被放弃了 而且因为担心会有小孩子 不小心掉进枯井 或是在发生意外 农夫就请邻居帮忙开始往井里填土 井里的老驴子看到土一把一把的落下来 知道自己的劳命即将结束 因此在井底大声的悲悯 但慢慢地农夫发现 驴子哀鸣的声音停止了 就探头往井底看 驴子没有死 原来产净井里的泥土落在驴背上的时候 驴子将泥土抖落一旁 然后站在产净的泥土堆上面 只要奋力地踏踩这些泥土 就可以垫高身体慢慢地往上 离井口也越来越近 最后一定可以离开枯井 继续跟农夫一起来工作 是的 如同今天的圣经中的四位麻风病人一样 在绝境中不放弃 努力为自己找机会 不仅帮助自己 更能祝福别人 愿上帝祝福保守大家 在绝境中不放弃 因为祂必为我们开出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